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传奇开始的具体地点其实有名有姓 那就是廖氏宗辞 我们这只廖氏家族其实是北郭先生廖府的后人 我们可以从大门的迎联当中体现出当时廖家的耕源和祖训 学术访西欧开弟子新智史 文章宗北郭郑先生就加风 咱们客家人向来重文宗教 1917年祠堂就创办起了古田第一所小学叫和声小学 12年后1929年伴随着红旗越过廷江直下龙岩上行 红四军二度路敏开启了建设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而廖氏宗辞也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 那就是成为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地 选择在这里召开会议是毛泽东统治的提议 他希望通过召开这次会议把红军办成一所大学校 要解决的最大课题就是关乎新生的红军能够走多远的关键一刻 1929年1月14号 为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会角 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率领下冒着风雪撤离井冈山 在赶南闽西一带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 然而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新的问题随之出现 军法主义残余悲观主义情绪 组织纪律润散等各种不良风气不断滋长 危及着这支军队的前途和命运 贺龙元帅在回忆时曾这样形容 那时候的军队就像是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 手一松就会散掉 枪港司里出政权是大革命失败带给中国共产党人血的教训 可枪港司要握在谁手里 毛泽东坚持挡指挥枪 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走访和讨论 将队伍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纠正的办法 写成了九个部分 两万多次的纲领新闻线 1929年12月28号 29号 料是宗祠外大雪纷纷扬扬 但宗祠内代表们却讨论的热火朝天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120多人把这间四合院挤得满满当当 大家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 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理问题 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 明确了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战斗的使命 一支全新的人民军队从此跃上了历史舞台 料是宗祠里的和声小学在会后正式更名为曙光小学 因为有了岛旗的指引曙光就在前方 正式从古田的曙光中出发 红军成为一支有信仰有思想的军队 踏上了风卷红旗过大观的胜利征程 红四军第一次入民统入了胡庄 第二次入民统入了思想 福建真是中国革命的福地 古田会议召开85周年之际 习近平主席带领三军将领再次来到古田 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 剥划新时代政治建军翻略 人民军队迈上新征程 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 却有精人的相似 在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毛主席定行了新习人民军队 在走向复兴的历史关头 习主席重塑了人民军队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每年都有几百万的人走进古田 张扬古田会议绘制的原因 回望古田 对于百年大党来说 这是点燃星火的福地 对于人民军队来说 这是祝魂和重生的起点 对于当地的百姓来说 这是幸福生活的家园 希望屏幕前的你有机会也能来古田走一走看一看 愿古田会议的真理之光也能照亮你奋斗的前路 因为成功从古田开始